今天就要提醒凌威 不要骄傲 好机会都天上掉下来 到你头上 这种地方要惩罚你的 这两年是不是财运就出问题 被倒了一千多万吧 好多心感啊 对 而且人真的不能被倒 先说这一千多万是你自己赚的吗 还是你从姐姐那边 扣扣扣出来 是我很认真努力 我这一辈子 大半辈子的积蓄加保险 不只她一个人 她还约了朋友大家共襄圣局 来 延萱 贾好道修博 延萱又一辙被 被诈骗 被诈骗的 就是大概在前年 我一个认识七八年的夫妻 生意做得好 人超大方 每见面只要是我们艺人的聚会 每一个人都有礼物 不管是他们做的米 他们做米的 香皂 什么蜂王乳 全部都有 而且还在第四台 购物台是有销售的 做得很大 品牌很好 那他们夫妻就说 他们每次看那个米 米碾掉有一个叫米糠 你们知道吗 米的壳 很可惜 全部都丢掉 所以他就说 他们去研发用了一个 两亿多的机器 去研发做成一个肥料 这个肥料动物植物都可以用 那有机的 可是他想要销售给农渔民 他们不肯收 因为大家没有看过这个 天然有机的东西 也不相信他 那个老公 他妈妈是养 这个蛤蟆 蛤蟆的 对 然后那个农民就说 那你妈在养蛤蟆 你为什么不用 你要冒蛤蟆吃试试看 再说 他们想想 也有道理啊 就在他妈妈家的蛤蟆吃试 试了之后一般蛤蟆 至少要十个月才能收成 他们不仅说六个月就收成 而且那个蛤蟆都肥美的 而且都有机的 长得都比别人快 比别人大 他们就想做这个生意 但是他们说所有他们的钱 都投到这个 机器上了 迷藏去了 对 所以就是希望说这个钱不多 一池大概两百五十万 一年而已 那一年他们六个月养成 是不是就可以收两次 所以就说叫我们去投资 这样子 我自己没钱去把股票卖掉 基金截掉 最后他们说还差一笔 我还去找朋友借来给他们 就觉得他们好认真好上进 不断不断地就会去帮助他们 然后票到了就开始跳 后来我就找到他们 票到期之前我就找他们 我不是说怕他们走了或怎样 我是担心他们 因为他毕竟经营这么大一个公司 是票不要让他跳比较好 我就说那你们前面的票跳了 那我的票 九月就开始跳了 我说我的票十月的票 要不要先帮你们抽出来 人真好 对 然后他们还说 那你就帮我们抽出来 我们签一个承诺书给你 我还真的跑去南部签他们签了承诺书 结果还是陆续跳 总共被挑了六张支票 那再来就是LINE 把你封锁 FB封锁 电话全部关机 搬家 家也搬了 公司也没有人了 他妈迟搬不了吧 你到底知不知道 真的有那些迟吗 我有去看过 但是我后来才发现 他只要一笔 这一池是我们的 那一池是我们的 那一池我 对 但当下也没有去求证是不是 怎么求证 这个池子没有写名字的 又没门牌 对 就好像说我走到101说 这栋大楼是我的 对 不是随便当说的 对 我从前年11月第二张票跳 然后我全部的资讯 都被封锁了之后 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讲 我朋友是做金融的 他就请他金融的律师帮我告 这个状子是很厉害金融的律师 从前年107年的11月 送状子到现在 只有去年的二月份 调查局 找我去约谈一次 说是协助调查 到现在地监署法院那边 没有任何状况 但是我真的觉得 告人是衰的 还是说我被亏衰了 家里被偷 这不打紧 那时候全身的财产都没了 还被房东赶走搬家 对 我以为这是人生最惨的事情了 没想到人都不要以为自己最惨 还有更惨的后面来了 出车祸 生病 自主神经失调 开刀住院 已经没有钱了 你还去搞一个需要去开刀住院 然后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最后那个值钱的东西 家里又被偷了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从小姐姐就很照顾我 那我遭遇这么大的创伤 你可以这样讲 姐姐做得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她没骂我 所有的人都说 我当初跟你讲怎样 我当初跟你讲 姐姐不问 但是她不骂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不好去 她还帮 她因为当时对方要求那么多钱 就是一直不够 当然她可能是看她还有得挖 我现在以这种立场来看 我是一开口朋友都相信我 她就背了别人的债 我是一开口 因为我从小到大最重要的就是信用 我一开口朋友是一百两百这样拿出来 那 还有这中间还有一个更大的受害者 就是我们歌仔戏 姐姐郭美珠 美珠姐 她将近千万 一模一样的人 同一个人 她将近千万 美珠姐听说两千多万 导演是做都有做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那些池子是真是假 也不知道说她这个池子 她是这一对夫妻去哪里的 也 人间消失了 大家都找不到这样 对 后来是美珠姐 大概上个月的事情吧 美珠姐说 亚亚 你跟一个老师视讯 视讯就可以了 台中的师兄 你视讯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师兄一跟我视讯 一知道我的情况 他说 亚亚 你背下了三个符 头顶一个 然后 脸一个 心一个 但是很厉害 很厉害 他竟然可以用视讯 就把我的符拿掉 对 那天晚上 三个符 一个是笨符 一个是嘴硬符 一个是傻符 傻符